20点钟 这集跟大家讲两个词 都是与 与删改和修改有关的 第一个是串改 这个字是上边一个月字 底下一个老鼠的鼓字 这个是一个会议字 老鼠捐入洞里面 即是否会躲在一起 这个字可以读串是月音第三声 也可以读串是第二声 串原本的意思是 老鼠躲在洞里 以前有些山贼 走出来打架劫射 晚上走出来进屋去抢劫 劫完之后 等官兵未来之前 走回到贼斗里躲在 这就叫做串图 或者叫图串 即是 快走走 躲在自己的洞里 这个字就是这样解释的 串改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串是有个鬼鬼祟祟的意思 不是光明正大的意思 即是静悄悄改了些东西 本来是不应该改的 你走去山改了它 这就叫做串改 例如你串改一个会议的记录 或者你串改了你的账簿 你的账簿 拿去给人查之前 你静悄悄改了它 这就叫串改 另外有一个词 这个字是散改 很接近的 这个散字 为何解释呢 散这个字 本来是封建时代的一个用字 如果你本来 你是神子 你要服侍君主 你走去散位 你以下范上抢了皇位 这就叫散 所以说文解字的说法 就叫敌 而奪取 就叫散 即是敌敌的敌 你本来应该是效忠君主 你竟然去散夺了位 就像用散这个字 那你的散字怎么做出来的呢 下面这个 以前跟大家说过 这个是 私人的私字 公私不分的私字 古字 现在多了和字边 又不用和字的私字一样 上面其实是个算字 计算的算 算就算了 算字就是声部 读音就像个算那样 读散 C就是那个二部 即是你私下 你为了自己的私字的利益 来去抢 一些 抢夺了你不应该有的东西 那就为之散了 好了 又用来做散改 为什么呢 亦都一样 你是没权去改的 即是散 就是你越拳的意思 那不是属于你的 权力 你就滥用 就为散 散改 因为你本来没有权去改 你是不应该去改的 你就去改了它 为散改 串改和散改 这两个词 其实的解释是不同的 我说了串改 静静静去改 这个散改 就是你没有权改 你去改了它 现代的用法 都不同的 通常 如果是真的有份文件 有些文字 或者有一件东西 你去改了它 有一件实物 你去改变它 就是串改 正说散改 通常是指比较抽象的东西 最常用就是散改历史 例如散改历史 散改一个学说 散改一个理论 那我们就用散改 一个具体的文件 就用串改 两个不同的 我们 阅音这两个字 因为读法不同 所以按照计就不会混乱 但是呢 在普通话 两个字读法完全是一样的 两个字都是语 两个字都是读 所以就会引起混淆 这也是为什么呢 可能说普通话的人 你要分开这两个字 我们说的 串改和散改 他们有语分不到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说散改历史 就用这个字